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,周深为什么被称为海妖,看时尚先生如何评价,李克勤的评价不比刘德华说的真实。 多好呀,太好了,生命说得太好了,一生留你,和你相遇,三生有幸,遇见你刚好,我还有很多年,很多年陪着你。 周深惊喜不断,他不但受邀参加令人心动的Oper 3,现唱热播剧《埃博拉前线》主题曲《借给我一盒火柴》,而且为时尚先生评为十大年度人物和年度歌手。 果然视频实力优秀,喜闻周深被时尚先生评为十大年度人物和年度歌手,有网友欣喜不已,当多一份肯定,世界就多一份温柔。 我已经关注和喜欢周深三年了,一路目睹他的风雨历程,他的努力,他的舞台,一路倾听他的歌声,路还很长,他值得更多的喜爱和荣誉。 是啊,虽然时值冬日,寒气席人,但粉丝生米却是饱含深情,看着周深越来越好,真的是越来越有底气了。 我骄傲,我是生米,周深啊周深,有你在便是暖冬。 早起,听周深演唱会版《富士山下》开启一天的好心情,大宇宙有大故事,小世界有小美好。 上星惊喜地发现,就在周深被时尚先生评为十大年度人物和年度歌手之际, 就在罗静、老小童等众多明星全员集结,埃博拉前线热播之时,实力唱将周深惊喜上线,大爱无疆,中国力量。 真的是太好听了,果然是凭实力优秀,周深现唱热播剧埃博拉前线主题曲,借给我一盒火柴,最温暖的声线有没有戳到你。 实力唱将周深,唱歌好听,好听那就多听一会儿,朋友日落前,我将离开,你来送我,别让眼泪掉下来。 我们曾肩并肩,寻一个未来,有时治愈,常帮助,纵时关怀。 不愧是国风唱将,实力派歌手,周深温情现唱主题曲,借给我一盒火柴,用天类般的歌声,歌颂爱与和平。 叙述平淡,却深刻的情感,借给我一盒火柴,某一天我会飘洋过海,还回来,我对这土地热爱,因为你在。 上星一遍又一遍地倾听周深的歌声,一遍又一遍地观看精彩的弹幕,小编被周深的人气,热度感染了。 上星惊喜地发现,不少网友和粉丝调侃似的刷屏,周深呀周深,借给我一盒火柴,某一天我会飘洋过海地还回来,我对这土地热爱,因为你在。 真的是惊喜不断,果然是凭借实力优秀,周深被时尚先生评为十大年度人物和年度歌手。 又恰逢令人心动的Offer 3和埃博拉前线热播,实力唱将周深的人气热度不断飙升,颇受追捧,群像翻山越岭,再远也不畏惧。 作为北京卫视常驻歌手,继紫金城和胡朱夫人之后,周深再次倾情献唱北京卫视埃博拉前线主题曲,借给我一盒火柴。 空灵的声线,配合温暖的曲调,治愈直拉满。 是呀,借给我一盒火柴,成了上星的单曲循环曲目,用心倾听天籁,以爱发现美好。 妖君共赏,心悍灿烂,听着宝藏男孩周深的天籁之音,杀着周深被时尚先生评为十大年度人物和年度歌手的精彩花絮。 上星忍不住又夸赞几句,周深不但凭实力优秀,而且越来越俊朗,越来越帅气。 上星注意到,周深以年度歌手身份登上时尚先生,十二月看封面,一身黑色西装,俐落,干净,无家少年,出掌成呀。 对对对,难怪网友和粉丝会借着歌声表白周深,周深呀周深,借给我一盒火柴,某一天我会飘洋过海,还回来。 我对这土地的热爱,因为你在,谁听谁知道,谁看谁知道。 听着周深的新歌,借给我一盒火柴,看到周深被时尚先生评为十大年度人物的和年度歌手的喜讯。 再一次听周深的,可他爱着这个世界,听着听着,看着看着,眼泪差点掉下来。 有网友深情地说,想起今年的他越来越有底气,去唱自己的歌,把越来越多的遗珠搬上舞台,就仿佛他带着我们,还有我们曾经的那些美好,去看世界了。 来来来,一起唱起来,周深呀周深,借给我一盒火柴,某一天我会飘洋过海,还回来,我对这土地热爱,因为你在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敬请关注。